乔丹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,科比则是公认的最接近乔丹的人,这无可厚非,学习前辈的优点,才能让自己更加强大。 科比明白这个道理,再加上自己的侵犯努力,科比成为了继乔丹之后最伟大的得分后卫,作为后乔丹时代最伟大的得分后卫,科比总是无数次被人拿来与乔丹进行比较,因为不仅是身高,身体素质,连打球时候的各种动作,神情都非常类似,要说最接近篮球之神乔丹的男人,除了科比应该不会再有第二人了。 接下来一组照片告诉你乔丹和科比到底有多相似,科比和乔丹的拔球动作,科比和乔丹的后腰跳投一样美如画,就连各种细节的动作都极为相似科比和乔丹的口拦动作,甚至动作达到一致乔丹和科比的背身担打和运球也是十分相似。 当然科比不仅仅是,在技术动作上和乔丹相似,就连一些正常的动作也能和乔丹真同不单手。 持球斡旋的竞注动作对于很多球迷来说,因为错过了乔丹时代而感到遗憾,但确信那是能经历科比时代。 这一位和沈几位相似的球员,虽然这一切曾经都饱受争计,科比也曾在露天穿台的节目上敞言道,我差不多学了强达100%的技术,差不多100%,而如今两人已经都退下了荣光,今后的人生只有祝福,没有争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